嗨 各位母技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副總編輯的連世堯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我背後這個裝置有點熟悉呢? 去年我們也來過這裡 其實它是位於空軍總部就職的台灣聲響實驗室 今年台灣聲響實驗室一樣與法國龐碧度 聲響與音樂研究統合中心合作音樂節 Manifest 不過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推出的是線上版混聲集會Randavus 2020 那麼這個藝術節到底有什麼值得一看的地方呢? 今天我們就請到台灣聲響實驗室的教育部主任陳嘉輝老師 還有去年曾經到過法國欣賞Manifest聲響藝術家廖海婷老師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藝術節 值得大家一看地方 老師好 大家好 那我想先請教兩位老師 就是因為你們都是投入聲響藝術和作曲方面 那不知道聲響藝術的魅力對你們來說是什麼呢? 對我自己身為一個作曲家來說 當然作曲它是一個需要很多架構 必須要去創造很多不同的元素 把這些元素做一個適當的發展 但是在聲響藝術這一塊 我覺得它有趣的點就是 我可以跟很多不同的領域去做一個討論 甚至做一些摩擦 可能有新的可能性產生 當然在音樂上面 你又可以有音樂上面的張力 去跟其他不管是舞蹈啊 戲劇啊 裝飾作品等等的 所以它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多的 那當然因為現今因為科技藝術的發達 所以讓我們可以使用這些媒材的可能性變多 對我來說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它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 那廖老師呢? 因為我知道你也是從極樂出生 對其實我們是同一個學校 我跟嘉輝 我們在學校裡面大部分都學現代音樂 二世紀的音樂 因為是打極樂所以也是比較多會當代的曲目 當時比較是一個詮釋的角度 在理解這些音符的時候 其實是只能從你要把這些音演好的層面開始 那後來就會想要知道說 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 就開始有更多的興趣 沿著這個脈絡就是發出聲音 這件事情 那是怎麼樣發出聲音 那他們為什麼要把這些音符放在這邊 所以就開始發展對聲音的很多興趣 就會開始自己可能去錄音 或者是玩一些聲音的合成 對我來說 聲音藝術尤其是在現代 現在很多都是我們用眼睛會去決定很多事情 可是當我是只用聽的時候 其實很多畫面是在腦海裡面 我覺得它是可以無限的發揮你的想像 那我覺得現在在聲音藝術有各個不同的面向 每一個藝術家都有他們在發展的那些面向 相較於視覺 我覺得它更是慢下來的一件事情 然後更可以專心的去聆聽 專心的做好一件事 好 那聽完兩位老師講 我覺得聲音藝術就是你可能要好好安靜的 把你的耳朵打開 好好地去聆聽他們發出的任何感受這樣子 那我想問一下 Earcon的Manifest 是一個什麼樣的藝術界 因為Earcon本身 它其實有做很多的研究項目 包括一些統合 不管是音樂學或是一些科技 升學部分 它都有做相關的研究 那Manifest的概念比較是說 它把這一整年的研究做一個 很集中性能量強度很高的發表 在這個一個月的期間呢 它就會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他們等於在這一個月把他們一整年研究的項目做一個 掌線就像這個名字Manifest一樣 把他們的東西掌線出來這樣子 當然他們在近幾年間都有做一個叫做Academy 就是說他們除了有這個Manifest的本身 這個比較是專業的表演以外呢 它有一個Academy系列 就是有點像是讓 選上的年輕的藝術家或是作曲家 音樂家 演奏家 讓他有一個機會可以在這個舞台上做一個發表 或是跟Master 跟一些比較重要的作曲家或音樂家 聲音藝術家做一個交流互動 通常它這個Academy的時間 它會在Manifest裡面維持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那去年六老師就有新生到法國參加這個Manifest 那可不可以談一下那時候的經驗 它有蠻多不同的面向 就以音樂來講 你可能可以看到很現代的曲目 現代加上電子的 還有音樂現場演出跟影像 他們在育城這一塊 是非常用心用力的 你可以看到他們發展蠻多不一樣的面向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其實真的 從早到晚幾乎都是一直看一直看 有點non-stop 馬拉松 那像Manifest這種藝術節啊 不知道對於像是兩位作曲家 或是聲響藝術家 你們會認為它的重要性是什麼 當然我們每個人研究的領域可能不一樣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說 今天我用了什麼樣的技術 或是跟哪一個領域做跨越的一個嘗試 它可以有什麼樣的火花 然後再來是你可以挖掘到很多新的藝術家 因為我覺得Eacom他在這一點也是蠻聰明的 就是他會跟很多不同年輕的 他認為有潛力的藝術家一起工作 甚至他們就會讓這藝術家給他這個舞台 讓他在這個舞台呈現他的作品或他的美學 那對我來說 每次在這一個大型的Manifest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輕 然後有潛力的音樂家或聲音藝術家 未來如果你想要跟他合作啊 或是說他的作品可以帶你往哪些其他的可能性 他也會幫助你自己創作面 會有很多更多不同的想法嗎 那六老師像去年你新生去 你有什麼跟你很衝擊的一些經驗啊或是想法 雖然可以去聽的聽眾很多 但我相信都不是這種流行文化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們在各種非主流的去發展 然後去研究去找出他們想要講的東西 那我覺得如果他們在Manifest 他們可以被看到 然後就可以開始有被討論的機會 可以有更往下走更往深的地方去鑽研的機會這樣 那或許我們沒有機會去法國參加這個Manifest 不過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線上版的Manifest Randerville 2020渾身集會 那要不要各位請老師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次這個線上版的會有什麼樣的內容 那這次線上版的也看Manifest的節目呢 我們取了八個節目 然後它的時間是在12月7號到12月20號 然後會在YouTube上面做一個直播 那當然因為今年的Manifest在12月20號 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主軸 就是跟我們在說的話語是有關的 所以它有很多都是跟聲樂 或是跟我們人平常在交談 講話 訪談有關 他把它納進來變成音樂創作的素材內容之一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一些節目的片段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呈現 MISS You can start the birthday We have published Libbermovich The woman I hope to not bore you With a woman 好 剛剛這段聽起來好像是用鋼琴集訊去回應一些 說話還是什麼樣的內容 不知道我們要怎麼樣理解這個作品 我大概看了一下它的介紹 那它其實是截取了蠻多 Celebrity 還有什麼像哲學家或什麼沙特啊 或者是毛澤東也有 還有那個Marina Abramovic 它就是把他們的一些訪談的聲音 去截取下來 然後再把鋼琴放進去 就是做一個定制跟它相扛好了 所以鋼琴在這裡面其實不太是去伴奏它 那我也就滿好奇說它怎麼可以做到這麼精準 假設今天有一個所謂的聲學樂器跟電子音樂演奏 在早期可能是放Tape 就有點像是你可以想像是卡拉OK戴這樣子 但現在因為有很多技術的演進 我們有很多所謂的Follower 就是說它可以知道說 現在演奏家正在演奏什麼片段 它的力度是什麼 真的可以精準到哪一個小節 在哪一個音 它都知道你在演什麼 其實有點像是 我們這個演奏家會去Trigger電子這個東西 是電子會跟我們產生一個互動 它會知道我們在演什麼 就像你在演二重奏三重奏你不是自己演 你是跟對方演 電腦是你的partner 對電腦就會等於是你的partner 他會知道你在演什麼片段這樣 OK 所以雖然我覺得 剛剛好像他是跟著那個去即興 但是其實可能是顛倒的狀況 是他彈了然後那個才去配合他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片段 好 剛剛這個我覺得它真的有點像 在鬼吼鬼叫 那不知道我們要怎麼去理解這樣的作品 因為我是把整個片段都看完了 我覺得真的是在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環境 這真的可以說是非常非主流 就是可能不是那麼所謂好聽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總往在一個非常非常疲累的狀況下看 我就很驚嘆 就是我覺得無論是作曲家 或者是演唱演奏者 其實非常非常的精彩 他從開頭的時候 他們使用人生的方式 那個人生之廣 很微小的氣音 它的控制 想成一張白紙 如果是完全的白紙 然後這個作品 其實這個人生用這個氣音也好 或者是他把人生當成 percussion在使用也好 或者是他有線條又有各種滑音 然後他去組織起來 他用各種色彩去把這張圖畫滿 只有人生 他當然也有一些可能人生上面的限制 這位演奏者可能沒有辦法到那麼低的音 所以他有電子的輔助去 把這些東西又去補滿 或者是更高的聲音 又怎麼樣再去及時錄 然後再回放再去混合起來 我自己真的覺得非常非常驚嘆 像我覺得他這個作品也是很有趣 他等於是一開始就已經預錄了很多 在口腔裡面會發生的事情 還有很多很細微的聲音 他去做預錄以後 然後再做不管是即時的 做一些不同的改變 做一些我們原本聲音達不到的 一種演奏的方式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會想要做Live Action 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互動性比較強 那我們之所以會需要這個電子的部分 就是因為在純樂器或是純人聲的部分 我們無法達到 但是我們有想要做的 它是一個我們常常在講的混合音樂 混合音樂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你如何透過非純聲學上 可以達到的可能性去做變化 或做一個互動這樣子 它這個作品裡面也有很多是 預錄的聲音 所以它等於是有預錄 然後它也有現場 即時做一些Treatment的 即時錄在回放 對即時錄在回放的 那我想我們就是把耳朵打開喔 那我們再來看第三個片段 剛剛這片段我們好像看到有一些 歌劇宣樂家或是歌者在這個螢幕上 那好像又有鋼琴去 是回應嗎還是怎麼樣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作品 在這個作品裡面 它找了三位女歌手 只是女歌手可能是過往的 不在世界上的女歌手 分別是Billy Holiday Edith Piaf 跟Elizabeth Schwarzschuh 找他們三位來 想要邀請他們 一起在現在2020 一起去合作一首 這就延伸出了更多小小的細節 大大的細節 就是說他們把他們三個 併視在一起的時候 要演奏什麼東西 要讓他們唱什麼 為什麼在一起唱 那這個結構要怎麼去做 怎麼去安排 他們怎麼去排列 這一個是跟AI比較相關的 對它這個應該算是 Earcam比較大的AI項目 像剛剛海定老師有提到 就是這三個研究家的片段 到這個Machine裡面 它要怎麼樣知道說 啊我現在有哪些片段 它有用到譬如說Spectrum 就是跟頻譜有關的東西 去分析每個頻譜 把它做成一個像是一個很大的資料庫 然後之後再去跟鋼琴演奏家 做一個呼應 前面就是它其實先為了這一個頭腦 為了這一個Machine 讓它給它聽了非常非常多 這三位女歌手的作品這樣子 然後讓它去學習說 欸它們是怎麼樣唱的 它們的樂劇是怎麼樣發展的 接下來再跟鋼琴再去呼應 但現場也有一個工程師 對 你覺得它是 我覺得因為剛好這個作品 它是即興營的演奏家 所以它可能現場有很多不同的狀況 它可能要trigger不同的事件 它可能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確定的事情 然後當然我在想 它有一部分除了控制聲音 還有控制影響 它可能 它應該有一部分也是控制影響這樣子 OK 對 所以它其實是很有趣 就是它好像想要跨越時空 去拔河做出來一個作品 那除了節目之外呢 其實還有Forum國際論壇 它也是線上版的 那不知道它會有什麼樣的內容 那今年Forum國際論壇線上版 我們有跟法方 就是跟Earcom 還有Earcom邀請來的講者 還有我方在台灣的一些 不管是做聲音的 或是做作曲的 一起做一個討論這樣子 然後今年的話 我們會有兩個最重要的詛咒 一個是音樂與即興演奏 另外一個就是跟聲響空間相關的一些討論這樣子 因為在Earcom很重要的研究項目就是 如何在聲響空間裡面做一個創作 或做各種可能性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節目覺得很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進一步再看這個Forum國際論壇 它也是在12月7號到20號會放在線上給大家看 然後可以深入了解 可能會談到一些技術啊 那你可能可以更知道說 欸這樣的音樂會它是怎樣去形成的 那如果呢線上之外 你跟我一樣也是現場派的話 你覺得音樂會一定要現場聽的話呢 其實在12月4號跟5號 在空總台灣聲響實驗室 還是有一個豪斗2020的演出 會集合一些聲響藝術家 以及像是鋼琴家 炎花蓉啊等等的古典音樂家 他們去創造聲響藝術 跟貝多芬之間有什麼關聯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演出 好那到時候就期待 不管是在線上或在現場 都可以見到大家囉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